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同学 应该连很多的大人面对新工作的时候也应该有同样的困扰吧 嗯 都一定会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对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去看看那个恐惧 到底你在害怕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那很多人的害怕是来自于 一个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有期许 嗯 要把这个新角色做好 扮演好 然后又正巧不巧的是 前面那个人做得太好了 可是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总不能叫前面那个人做烂一点 所以他很多的害怕是来自于这个 是别人做得太好 然后他对自己有一定的期许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是 把标准放到他自己身上 就是他可以做到的部分 而不是跟别人一直比 哦 我知道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跟别人比较 对 对不对 因为一跟人家比较的时候 以前的那个人做得太好 他就马上会觉得自己很烂 可是实际上烂吗 也不见得 这个见人见智子 真的不见得 对 所以我们的标准应该是在自己身上 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尽力 然后自己有没有好好接这份工作 然后很努力的完成这份工作 嗯哼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如果你的担心是担心自己的期许 嗯 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所希望的 或者是不如前面的人的话 嗯 那如果你的担心是这个部分的话 就要告诉大家 把自己的标准应该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对 没错 然后不要跟人比较 对不对 对 可是可能有的人的担心不是在这个 他的担心是 没错 我不会做耶 太多我不熟悉的事 是 是 我在想我一开始接上 我大学的时候有接到道德重整和唱团的副团长 然后也告诉同学一声 我是一位重度市长者 所以那时候一个重度市长者去接一个副团长的职位 嗯哼 哦 那个担心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应该有破表吧 对 非常恐怖 对 就觉得哇塞 一个市长者 然后又做这些事情到底能做什么 可是我在想说 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的时候 担心焦虑是必然的事情 那只是我们能为这个担心焦虑或这个恐惧 我们能做些什么 有建设性的事情 嗯哼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 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借力实力 借力实力 对 那原来我们的信仪老师也非常懂得生子兵法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 我就哎 生子兵法要手毒这样 好 因为嗯 如果你要靠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很快的摆脱这个恐惧焦虑 很快的工作可以上手 嗯 我觉得时间会花很久 然后你会摸索很久 然后撞到很多墙壁 是 对 那可是如果你懂得借力实力 不管是学长姐 你都可以去请教 然后每一个社团也都有他自己的指导老师 其实你和指导老师常常吃饭聊天 好 你就可以了解很多文化 很多生态 然后你去看前人 哦 这样讲得很奇怪 前人就是所做出来的 因为每一个社团都必须要有他自己的资料夹 是 嗯 他每次的例会怎么进行啊 每一次办理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他要先开什么行前会 然后再开讨论会 然后再开一筹二筹三筹 是 嗯 其实用这些资料 文书资料 和请教学长姐的方法来帮助你 很快能够进入状况 我觉得是摆脱恐惧最好的一个方法 哦 所以这个借力实力这一招 我们要把它学起来 对不对 因为只有自己在那边一直担心害怕 其实事情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他也不会 哎 让你变得会做了 所以你就要想一些方法 请教这个前辈啦 嗯 请教学长姐 请教指导老师 多吃吃饭啦 对对对 真的是 然后呢可以去翻阅一些以前的资料 看看以前的人办这个活动是怎么办的 嗯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啊 我觉得而且这是最 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方法 因为接了新工作 我想大家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完成或是做好 是 对 OK 所以呢这个新颖老师呢就告诉我们 当如果你接了社团的新工作感到很恐惧的时候 大家其实可以先静下心来 想想看你的恐惧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不同的恐惧原因的话 其实解决的方式 也不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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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 嗯 好 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 欣盈老师在空中呢 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分享咯 谢谢欣盈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